中国海滩出现活生生 江炳人怪物 夏天到了 大家都去海边游玩 晒日光浴 放松心情 然而中国一群海滩游客可不太放松 他们在海边漫步时 突然发现一种怪奇生物飘上海岸 一开始他们只觉得恶心 不想接近那种像海绵一样的怪物 但一名大胆的男士将它捡起 却发现了更奇怪的现象 这生物长相类似人形 好像有头和四肢 它的脚似乎也在摆动 海滩游客们都十分惊奇 影片也意外地在网路上爆红 网民们纷纷猜测 这只怪奇生物究竟是什么东西 有些网民认为它可能是突变的海绵 或是星形的海星 但还是有人怀疑它是真的海洋生物 而说它像是活的江炳人 这支影片最早发表在YouTube频道上 根据留言 一位动物学家Paul Sugar声称 那是一团海绵动物 各位观众 你们认为这是真实事件 还是网路谣言呢 别忘了我们晚上八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我们下个视频 大字幕 李宗盛 都有诞长了 就会看看 我们下个视频 看下来 这就会有 Ensign 真实事件 是 我们下诶 有没有 小伙子 我们下诶 我们下诶 好 你 刚好